这是女人第一次站街 热情的同事教她把手抬高 裙子也要憋起来 然后拉起她的手 做出迎接的姿态 就这样 一个男人被她成功吸引 成为了女人人生中第一个客人 等到了晚上 妈妈桑带着丰厚的小飞过来 女人却一把火直接点燃 这把火 烧死少女心中曾经的梦想 却也开启了梦满新一代女王的传奇人生 女孩出生于一个富饶的律师家庭 是当时少数受过教育的女孩 而沦落风尘 只因她爱上了父亲的一个员工 在得知女孩有明星梦时 这个渣男哄骗她和自己一起去追梦 还答应给她介绍资源 天真的女孩幸安 瞒着父母坐上了火车 她以为自己奔赴的是爱情和梦想 却不料前方是一处地狱 女孩跟着男友来到一间破楼 男人让她上楼等待 说自己先去找人 可等女孩进了房间 立马有人把房门关上 女孩一时过来却也为时已晚 就这样 她被以一千卤饼 也就是85块钱的价格 卖给了这个名叫希拉的妈妈桑 看到女孩绝世 妈妈桑也是不以为然 因为来到这里的女孩 不是被骗来换钱的 就算被卖来还债的 她们刚来这里都是一个模样 只要饿上几天 再打上几顿 女孩们最终都会乖乖听话 因为即使能够出去 她们的名声也早就已经烂透了 在当时的印度 女性地位是十分地下的 等到了第六天 女孩就想明白了 她开始扑粉化妆主动接客 从此 那个以圣洁恒河为名的少女不复存在 现在的她名叫甘骨 凭借交好的面容和聪慧的头脑 短短一年时间 甘骨的仰慕者就已经不计其数 纯金耳环也是随手就送给同事 这都是她的战利品 这也是甘骨迅速累计声望的资本 既然要卖 她也不想再被奴隐 这时 希拉过来催促他们开工 而甘骨却站起身 要求能够放假 既然是买卖 那就该有休息日 女孩们一个个起身跟她离开 这就是甘骨平日里累积起来的声望 希拉因为甘骨赚得盆满钵满 自然是不敢得罪这个当红招牌 却对甘骨的挑衅怀恨在心 一次深夜 火急说来了一个形色诡异的男人 希拉一听记上心来 于是 当甘骨走进房间 男人就把她推到墙角 接着从口袋里掏出了钱 和一把枪 甘骨眼见情况不对 想跑时却为时已晚 男人拽起甘骨的头发 狠狠地朝墙上撞 呼救声很快变成了惨叫 整栋院子都被惊动了 希拉假装拍门求饶 却拒绝了教授下来帮忙 等到了第二天 甘骨被送进了医院 全身缝了三十多针 手脚都被打成骨折 希拉故作遗憾的安慰说 干这行总会遇到几个变态 可甘骨明白希拉绝对是故意的 原以为经过这件事后 甘骨能够安分手紧 不料这反而激起了她的决心 她绝不会就这么轻易服输 从姐妹嘴里得知 男人是混黑帮的 于是甘骨不等伤势痊愈 独自一人找到了男人的老大 女人的身上有条触目惊心的疤痕 从上到下横罐全身 即使作为曼谷最大的黑帮老大 男人也被眼前的女人惊呆了 而造成这一切的 却是她的一个手下 老大想要给她赔偿 而这一切却都在甘骨的意料之中 她早就调查清楚了 这个大老非同一般 她会开办接见活动 听普通人去诉苦 而她想要的并不只是钱 老大动容了 当即任下甘骨为一妹 并派人24小时保护着她 而甘骨并没有大肆宣扬他们的关系 她在等一个时机 甘骨 看着妈妈丧尸快的嘴脸 甘骨打断了姐妹的争辩 随后让姐妹派人联系老大 而她再次走进了那个房间 惨叫声很快从房里再次传出 希腊满意地躺在床榻上 可还没等她打开音乐 外面已经传来汽车的声音 老大已经赶了过来 她让人砸开大门 把男人拖到了大街上 当着所有人的面 对着她就算一顿拳打脚踢 随后将人留给了甘骨处置 这一战甘骨赢得十分漂亮 同时被击垮的还有希腊 不久之后 希腊便离开了 而女人们也找到了甘骨 给她递上了一件洁白的沙脸 这不仅仅是身份的象征 同时也意味着更大的责任 从这天起 甘骨成了这里的新老板娘 16岁的那晚 少女从甘家变成了甘骨 而25岁的今天 她又从甘骨变成了 人人敬畏的甘骨败 她每天穿梭在街头巷楼 妈妈们求她管制新来的女孩 她却会给女孩再次选择的机会 是留下来赚钱 还是抱着再次被卖掉的风险回家 很多女孩都会选择后者 而她也不会再劝她们 反而帮她们赎身 还让人送她们回家 手下让她不要这么浪费钱 对此她也只是淡然一笑 因为这是她不得决 要想保护这么一群人 甘骨败准备参选下一届的地区上 而她的竞争对手已经连胜了两年 这是为海吉拉斯宗教下诞生的第三性别 也被人们誉为神的使者 就连上街拉票也都像是场欺负 要想击败她 甘骨败必须提高自己的声望 双方你来我往的较量正式开始 拉奇亚举报她的黑帮声音 并且搜查她的窑子阻止她做声音 而甘骨败也在对方演讲时 请全区的人免费看电影 偏偏这都动摇不到双方的根本 甘骨败明白 要想彻底打败拉奇亚 她必须办成一件大事 而这一天 她等到了 女孩被关在铁笼里 终日昏睡没有自由 而这么做的竟是她的母亲 不过女人也是被逼无奈 只因她是个封尘女 而这里是红灯区 每天都有不怀好意的男人来来往往 她实在是不愿意看到 自己的女儿同她一样 甘骨败不服 并且她已经想到一个人选了 这是一个贫民窟的小裁缝 虽生长在红灯区 人却意外的单纯 只是帮甘骨败两个尺码 都会搞得面红心跳 故事的发展毫无意外 涉事未深的少年郎 喜欢上了历经沧桑的妈妈桑 甘骨败的心也逐渐被她治愈 而眼下 她却是她能想到的最佳人选 不只是因为甘骨败了解她的秉性 觉得她是值得托付的 也因为他们两个人永远不可能在一起 为此 甘骨败带着三百多颗黄金 五万卢比上门替女孩求亲 南方家人很是犹豫 最终这份厚礼以及甘骨败的威胁 还是折服了南方家长 红灯区的第一桩婚事就这么敲定下来了 很快 这场婚礼被盛大举行 甘骨败在楼上看着 也目送她的爱情至此远去 通过这一件事 甘骨败当选了新的地区长 随之而来的是新的麻烦 因为她发现 出生在这里的人基本上没有什么人权 银行拒绝为他们开户 建筑商们也联合学校 要将红灯区的女人都赶出去 表面上说是影响不好 其实就是眼馋这里的地 而甘骨败也不慌不忙 她亲自带着孩子们去到了校长室 要给孩子们等级上学 校长无言以对只能答应 而这些话引起了一个记者的兴趣 不久后她去拜访甘骨败 恰逢女孩们放学 她便请记者帮她们拍张照 照片刊登后很快引起广泛讨论 记者鼓励她去参加市里的讨论会 以此来扩大影响力 甘骨败却表现得十分的忐忑 直到出发之前 手里还攥着稿子 可等真正走上了讲台 她却把稿子直接撕碎了 她还是想将一些真心话 她的一番演讲得到了全场的支持 一时间可谓是名声确起 一位政客通过记者拜访到了她 她基于甘骨败手中的选票 同时也能提供她一个机会 一个只见拜见当事总理的机会 这也是甘骨败想看到 在面见总理的倒计时里 甘骨败却显得异常不安 因为她已经有15年没有走出过这里了 而她的内心深处 一直想见一见当初把她迈到这里的 正是这一番话给了甘骨败信念 这天她如愿见到了总理 她一针见血 指出现在既有的问题 这番话深深打动了总理 她答应了甘骨败的请求 使得红灯区合法化 等到甘骨败再次回到红灯区 她成为了人人敬仰的英雄 时至今日 都还有人在供奉着她的照片 电影《甘骨败》 卡蒂亚瓦迪到这里就结束了 或许我们正深处黑暗 又或许前方有着种种布公 但我们只需坚信 眼前的挫折不会是我们人生剧本的终章 一切也都将在黑暗之后迎来曙光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点赞关注 发家致富 我是汪哥 我们下期再见